Dee,我們現在要去哪裡? 要游泳 這樣喔,要去游泳嗎?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牛媽媽 今天我們要去前港公園 這裡有一個游泳池 因為最近小牛就是愛上了玩水 都說要游泳 這地方游泳 所以我們就想說來找一下台北市有哪些地方 可以讓小孩晚睡 那我們就發現一個離家裡算是還蠻近的 就是在靠近捷運建坦站附近的前港公園 可以看到就是它的價目標 夏季的話 全票室外加室內是120 那如果是只有四位,大人是60 OK,那我們現在就進去看看吧 這個就有一點遮陽 這邊還不錯 對,這邊有遮陽 欸,很難得耶 但室外還可以有一點遮陽 至少不會太熱 我覺得正常的熱 應該是50公尺了吧 對,這是50公尺的 喔,這邊是180 那邊是150,130 你看起來有什麼 你看起來有什麼 你看起來有滑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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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戶外泳池整體的樣子 距離路口最底處 有一整排的遮陽休息區 這裡是水深60公分的遮陽兒童池 再往前一點是水深30公分的幼幼池 前港公園這裡的泳池 大人小孩一律都規定要戴泳帽 這裡還有水槍啊 然後後面有一座水中溜滑梯 小牛溜一次就上癮了 隔壁水深60公分的兒童池 有一座看起來不低的滑水道 等小牛大一點就可以來挑戰這裡了 前港公園除了水上設施 其實還有路上喔 這邊有一座貢榮式的遊戲場 結合小朋友設計的高塔滑梯 融入在地眾多大樹 同時結合攀岩、爬繩、滑梯、階梯等多樣設施 設計出天空樹遊戲組 適合2到12歲的小朋友來玩 旁邊呢 的涼亭、長板凳也都不少 家長都可以休息 今天就是我們前港公園的半日遊 有看到路上也有看到水上的 然後小牛真的玩得很開心耶 而且它這次竟然就是比我們想像 還要快就融入那個環境 覺得很棒 下一次還要再帶它來 然後下一次呢 要不要準備那個游泳圈啊 然後還有那一種就是 可以坐著飄在水上的那一種 就是游泳圈 也是一種游泳圈 對對對 還有椅子 還有椅子 我覺得來這邊的話 可以自備一些椅子 就是會比較好 因為它就是人很多 然後它現有的椅子其實是 我覺得應該是不太夠做啦 就自己如果可以帶椅子的話 你就是 隨時想要坐在哪一邊看 就是都很方便 你剛剛進去那個更衣室那邊 覺得環境如何 比較沒有那麼好 就是 就還OK啦 就不如東東 它是公立的 公立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可能 就是 沒有大家想像的環境 就是公立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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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就OK 好 OK Bidi 掰掰 好 以上就是我們全港公園半日遊成功 掰掰 Bidi 掰掰 看來它是已經累了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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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